我叫荷花石 成都人 冬天的早晨來為老子兒粉子袋 加點紅糖和桂花 清香甜亂 一生甜都充滿活力 首先製作糯米粉子 取洗水墨糯米粉 用常溫清水和勻 揉成光滑的粉餐 靜止半個小時 做這道小時還要用到雞蛋 不過我們只取蛋黃 將兩顆蛋黃均勻打散成蛋液 再拿一點玉米澱粉加少許水 調成水澱粉備用 接下來開鍋 等水燒開後 將糯米粉子擺成枝頭大小的塊 一邊擺一邊下鍋 一隻豬的粉子扶起 加入紅糖 攪拌一下 再分次加入水澱粉 扣成玻璃切 然後再中小火 慢慢倒入蛋液 注意要一邊打圈一邊倒 一旦凌結成蛋黃就可以灌火了 最後放少許老汁 撒一點蓋桂花 輕輕攪勻 老汁兒粉子袋就煮好了 老汁兒就是很多人害的酒量 粉子就是用的糯米粉 今天我們煮的老汁兒粉子袋 只用著蛋黃 因為它煮出來的形狀很像成都市的四花芙蓉花 所以我們又叫它芙蓉老汁兒 勾芡 可以讓蛋黃懸浮於湯中 不會沉底 湯也更加順化 關火後再加入老汁兒的話 這個樣子不會因為溫度太高 使老汁兒變酸